这个就是七八十年代那时候的水塔 这个东西肯定一般90后80后小时候都见过吧 这个是用砖器的 而且是在一个制高点上面 这个塔高能有个10米到20米左右吧 这个上面应该是存水的 具体我也不清楚 反正是这个塔里面有个井 因为以前这个用水的话全部都是这种水塔的 现在很少看见了 基本上都没了 这个塔现在也不用了 现在都自来水了 因为以前的塔必须得高 你不高的话就水就上不去 你看到没有 二层上面还有个门呢 这个四周都是用砖垒的 这质量挺好啊 这都几十年了还没倒 所以下面有个门啊 这下面有个门进不去 锁着呢 进不去啊 不知道这里边啥样 应该这里边不是太复杂 就是几个水管 应该就是 现在这种一个真是成古董了 这是文物了 一般南北方都有 又只要是农村 或者镇里边都有这玩意儿 但大部分都拆了 这个还保存还挺好的 就这一个 这也是我们镇子里面的 小时候就觉得这东西很好奇 就以为它是个楼房呢 会有人住在这里面 如今才知道它是个水塔呀 这里边也进不去 要进去呢 上最下面看看呢 我这门我已经开开了 我的妈呀 这里啥也没有啊 这有几根管子 看看上面 哦 真是我想的这样 这几个管子是水吗 往上送水的 哦 这这么个结构啊 这么多年投资进来 哦 这都是水管 这里面没啥玩意儿啊 哎呀 就这么个构造啊 这里边能有啥呢 这太简单了 上面就是存水的 可能有个大水泵 但是它这个二楼 是从哪上去的呢 里边也没有楼梯 这咱就不知道了 这边还有个小监控呢 行 谢谢大家